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老師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 我覺得是大概幾乎 大部分台灣至少去過一次的地方 你看一上來飛機 就可以看到這個很漂亮的湖水 我們這個是那個逃生門旁邊的位子 然後如果你真的腿很長 像我們兩個的話呢 你就加價身的那個 我腿比較長 腿比較長 逃生門 有一點高度 在機場就可以玩這個 這機場是新的吧 讓大家看看 這多麼熟悉的場景 這個空氣 這個空間 這一趟我們就是找了很多香港的新玩法 幫大家歸納出了兩條 我們兩個覺得很棒的路線 私心很喜歡的路線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要帶大家 玩遍香港 小老師妳小時候有過大富翁吧 誰沒有 誰沒童年 那次我要帶妳來玩一個 真人版大富翁 就是我們兩個 超級期待 都很期待的一個點 超級期待 我們得到一個入場券 對 然後後面一樣是QR Code 等一下我要蓋一堆好彩 然後她說要讓我破彩 我把她弄到破彩 好可愛 Hello everyone I'm Mr Monopoly Hi Welcome to my home and Monopoly city Monopoly It is my dream to build all these 很難 太厲害了 超難 超難的 超難的 欸很難拿欸 超難欸 超難欸 要拿50賺呢 我170 哇妳好有錢喔 還不錯 寫我的名字 第一次一張 不好意思大家 我現在在香港有製產的 欸 哇 好笑喔 打錯自己的名字 欸房地契打錯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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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門 欸房地契打錯自己的名字 物業租值有打到50 所以物業租值有4塊 就很低 很低 很低 欸 大坡的帽子是什麼顏色 這蠻好玩 這蠻正常的耶 這蠻正常的耶 嗨 銀行大刀 沒有我要戴這個馬桶 喔 死 哈哈 快到一個 好低欸 好低欸 二十百千萬港幣欸 台幣十萬左右 剛剛小石不是從這邊賺超多錢的嗎 我們現在來花錢 在樓下的店可以換一個飲料 我們現在到了西九文化區 這邊是香港一個新的藝術文化的區域 有非常新的景點 對 然後在我們後面呢 就是2021年年底新開幕的M Plus 我們現在在M Plus博物館裡面 這個草尖泥森的展區 然後這也是草尖泥森離開日本以外的地方呢 最完整一次的展覽 除了有用它的每一個不同年代去做分類 其實它每個展覽都是我自己的主題 最特別的是其實它不是畫它的很寫實的作品 而是用這些字畫像是呈現一些它內心的世界的感受 你可以跟著這些作品去從年輕的它慢慢就是到現在的它 你看我們這樣倒退廣都很怕撞到然後賠兩億 我覺得我們如果撞到應該這輩子到底在博物館裡面打工 應該這輩子到底在博物館裡面打工 本來幫他們建議就是來到M Plus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來排度這裡 每個人進到房間內是15到20秒 運氣好的話你就可以有20秒 運氣比較不好的話15秒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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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攝影機 觀點 那一區就講了很多跟香港有關的就是說比如說 照片啊 或者是影片 然後讓大家透過這些方式去認識香港 接下來就是到了 中頭戲 你這個你想過 沒有我們都很想過 我們真的是膚淺的人 這好可愛喔 他看超久 他已经选好就要买这个 这好适合送朋友 那袜子也是这边特别的产品 像我这么浮夸的人就要买这个 这么三八的人就是要买这个 哪有 这个是保温杯 然后它好像有好几种款式 其实它最想要买的是那个 但是它没钱钱 刷了啦 卡刷下去了啦 而这间咖啡店在NPLUS里面 它的特色呢 就是你可以把你刚刚在博物馆拍到的照片 然后映成你的咖啡 我想好像我们在脸上 脸板的 啊 你说 我们现在在香港最近网上 非常知名的一间甜点 叫做当文丽饼店 你刚刚看超可爱的 你看 这个芒果甜筒造型 西多士 当仔杯面 这都是蛋糕耶 很大版耶 听说这间店的主厨很厉害 它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餐饮界给它一个什么样的称号吗 它是餐饮界的 白骨 所以我们等一下吃的不是甜点 我们吃的是艺术品 主厨它发明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糕点 它叫DKA 它就是其实布列塔尼面包的变奏版本 它外面看起来是脆皮的感觉 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它真的有很松的感觉 真的像是可送 然后面包是比较再松软一点 有一层藏霜 对藏霜 实际没有办法讲话 实际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它这个呢 是他们小时候怀旧的音频 对 这我有喝过 纸包柠檬茶 你看它这边有做吸管 超可爱 很好欸 大家看看剖面 它是长得像这样 然后里面饮料的部分就在这边 应该是奶酪 一口是这样的 第一口伯爵茶味道还蛮明显 比较湿润 它那个柠檬吃起来很像台湾那种柠檬蛋糕 上面那层脆脆的皮 没有到很腻 而且很清爽 真的很像在喝一包柠檬茶的感觉 菠萝油包 但是又不是菠萝油包 怎么说呢 我们直接吃给大家看 看起来还像是有百香菇 揭开米底好了 其实它就是 看起来有百香菇 第一口都来讲好像百香菇比较重 白香菇比较重 但后面尾韵的那个凤梨又跑出来 凤梨味道会飙出来 然后外面是那个椰蓉 它下面这个饼干很像我们在吃那种 奶酥菠萝面包上面那层那个椰丝做的高饼 你以为是菠萝油 然后味道出去完全剥一样 这不是菠萝油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玩的 最好玩的 最吸引我的 然后里面呢是黑巧克力 听说不会漏 但是 你没想试试看 总感觉它会漏 一口咬笑 它是这样子呢 如何 如何 哦 很像吃到菠萝面包 巧克力馅料那种 然后再配一口奶茶 奶茶比较不甜 茶味还算比较浓一点 对 然后它也有出像这样子的离合 两瓶 然后附两个小奶茶 这超可爱 然后这边就是第一个是 大家可以用外形回忆香港的儿时典型 但是味道就让你觉得蛮惊喜 还有很港式的风格的咸点 小小姐我这是找了一个24小时可以抒压的地方 我们刚刚在路上就是走走走 越走越觉得有点不对劲 应该是这个电梯让人觉得他有点害怕 我们放过邻居 还有放过香港人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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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觉得香港人压力还是蛮大的 会在凌晨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说老师我不开心 我想过来画画 因为我开这家的目的就是 要让人家发现自己的情绪 所以听到那些就是不开心的话 肯定是有他的故事 我也很喜欢听故事 所以就让他们过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 换学人的准备 对 你想要这些大范围的话 你就整个杯子甩过去 比如说这样子 它那个颜色出来就是很 对 那有流动性就很好 来 蒸奶 这个很稀耶 这个太稀了 我这是小气的 小气的珍珠奶茶店的老板 他在我手中摔了 好真实的感觉 很真实 不是 拉稀的感觉 准备 Go 观众平平 零不懂色吧 零色喔 你莫名攻击我耶 放弃人生了啦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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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Go Museum 然后它是在这个三年之间新开的一个景点 它每次都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换一些主题 它这次呢就是十二星座 这是大家最爱的星座 这个 我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 太多镜子了 这拍起来很奇幻耶 拍起来很美耶 对啊 哇哇哇 魔法阵 魔法阵 奇异魔师 好中二喔 超中二 超中二 因为我不觉得它是用各种镜子的反射 然后是不同的造型 它就是有营造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风 对 哇这边夜店风 奇梦奇梦的姿势都出来了 哇 我的裤子很紧欸 超好愚愧 打法师 欸魔法阵文也成鬼屋经典 我要告对 从何佳皆宜变成十八镜 欸很酷欸 你在帮我拍 所以就是你想要待很久的话就可以待很久 但就是真的要找同伴 因为自己很难拍到那些照片 技巧就是尽量要贴角落或是往墙壁贴近 它那个效果才会最好 占用各种镜面 跟着我们的玩法 然后拍出最美的照片 我们今天要在一个非常復古的空间里面吃 非常新潮的羊茶 羊茶 然后它是一间老当铺 对 曾经 这个包箱也太美了 我不觉得那每个 就是图案都非常的浮夸 我们刚刚走上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不同的房间 就是不同的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格 我刚刚有问他们说 他们想要呈现一种就是 华丽豪华的感觉 然后餐点也 感觉是一样的 哦它的肠粉 对啊 刚才以为是火腿 我第一次吃到红色的肠粉 它这个红色的皮是用红菇米磨成的 它的肠粉皮很厉害 它有一点点Q 然后它加上里面的虾子它有炸过 炸过所以咬起来有那种 有多一点苦味的口感 有多一点苦味的口感 这道菜好吃 大家可以来的话记得要点 这里面包卸肉 然后我觉得它在煸 你不觉得谁会用筋煸 就很华丽 哇这很精致耶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吃 我来吃吃看 我觉得蟹肉里面配那个菜 那是雪菜吧 很提味耶 很好吃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常见的炸春卷 可是它饼皮很特别 它是做的像waffle的那种格子 吃起来口感会跟传统的春卷不一样 它里面啊 它是用那种饮雪鱼 然后配吞布可以提味的 它的皮其实有一点 威化饼干的那种那种酥度 我刚才没说好吃客气 那我真实吃真的好吃的 让我惊艳的地方是 这种炸春卷被冷掉很难吃 但它没有 它油力的很好 然后冷的还是很脆 这真的超好吃 正常这个是用芋头或是地瓜 那它比较特别 它今天用的是紫斑薯 我看你吃这样 我觉得我也要吃一份 对不对 它的做法其实是像叉烧 它是用和牛 油化比较多 对 油化比较多 然后可以吃上那种和牛香气 我觉得你看黑胡椒牛油包在里面 好香喔 嗯 有每一道都那么好吃 它这就是叉烧酥嘛 它因为它们焗这个汁啊 它们焗了四十分钟 那为了让这个叉烧吃起来的味道 可能我觉得是更浓郁 然后这个饼皮可以锁住这个汁 它特别坐在下面 它要装住的感觉 对 如果有加柠檬的话 应该吃起来是比较清爽的口感 这倒很推耶 如果你喜欢吃叉烧酥 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是每一道都不油 香港味的传统的人甜点 而且现代人比较少见 看起来像是果冻的感觉 它有像是一层一层卷起来 吃起来有多了一个口感 我刚刚在仔细吃几口之后 真的可以吃到那个甘蔗的香气 嗯 它里面吃起来的感觉很像那个 芝麻包里面的那个馅 嗯 最后有点像包的芝麻酱 好好吃喔这家店 真心吹 像真心吹 发自内心 在这个空间 然后外面又可以看着 湾仔 香港的事情 对人来人往的那个街道 气氛超级 港式的那种chill的感觉 哇看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 Slowwood 在台湾其实现在也很流行 这种环保的包装店 但是好像没有看过这么大街 对不对 对很大街 这个饼排它的material是用 玉米 跟玉米 哦玉米 玉米 现在很流行说好像我们觉得食物有废材 或是厨余 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再做成一些材质 变成这些东西 这个是保坛 它都是用黎龙的胶针去做的 就是我们那个宝特瓶 对 宝特瓶 你可以用宝特瓶做自己 对 它景象真的是没有什么色素 好用欸 到底要是小袋子还是大风的 好有折折 好有折折 超滋润 超滋润 其实这边的价格就是 大家自己斟酌 貓紧 因为我觉得它超可爱 智力爱情青春睡眠疗愈 好 那我买一个这种 请志愿修营 欸你不要买太多 你才不要买太多咧 我没有买很多 这里应该就是那种 男朋友如果陪女朋友来 或是老公陪老婆来 就会很痛苦的地方 符合离开 符合离开 都会自己逛 因为会逛很久 我觉得这一趟都一直带我走一些 越走越不对劲的地方 哪有 走逃生地耶 哪有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呢 是我们这支影片的 压轴最后站 所以我要带你 用一个很chill的方式 去感受香港 独一我的风景 有没有有没有 有海耶 对 这个酒吧呢 它的这个露台 虽然不是很大 但它充分可以让你感受到 香港 那种地小人愁 高楼大厦超多的感情 这一酒吧它的特色是 它的餐厅就是楼下的米其林二星餐厅提供 它们推荐就是这道料理 这是给你弊点 你说它是澳洲和的 澳洲和的 非常的厚三层 好吃 它里面还有酱 你现在烤的 蛮软的 没有到那个 超大方 超火 每一层都超火 我们还有点了一些 它们推荐呢 它们推荐呢 crispy chicken tender 然后还有 salami跟cheese的拼盘 配它们的酸种面包 耶 其实这间酒吧呢 它主打它厉害就是 它这边是专门卖葡萄酒的酒吧 所以它们认为说 来到这边 welcome drink 就是要听喝一下香槟 这杯红色的酒 它的法文名称 其实就是 做爱的意思 这杯是May酒吗 嗯 这个我喜欢 真的超喜欢 比较浓郁但它是酸甜的口感 哪一杯呢 我这杯它就是 以Gin Tonic为base做的一个 它们的创意调酒 不过一般Gin Tonic 就喝起来其实是 甜度比较高 那这杯做的非常清爽 好啦 耶干杯 对就是要来享受这种感觉 这次相隔三年来香港啊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 跟一个很熟悉的老朋友相见 但发现它好像变得有点不太一样 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的展览感受到 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是多了很多对自己的行思 然后再来我们不是去那个西施画房吗 我发现 香港其实都是一个很高压的环境 但他们好像懂得用更多方式去抒压 然后更放松 他们有一套抒压的方式 通常旅程里面感觉到 香港人有比较柔软 然后比较亲切的那一面 然后到香港就是 旅程要结束之前 一定要去一间酒吧 嗯 就是挑一间那种可以看到市井的那种酒吧 好好的小酌放松一下 在那个天台的感觉 喝酒特别放松 我是霞池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个目的地 谢谢 谢谢